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股灾来了 这个通胀真的太猛了 今晚美国公布8月的CPI通胀数字将会8点半钟 估计会从上个月的8.5%进一步回落到8% 但仍然会在过去40年高位的水平 今晚我相信大家要特别关注月比 即是元几元会不会是预期的减0.1% 因为如果是就可以确定通胀 可能真的短期见顶 这样就可能会对股债会有点帮助的 相比之下欧洲的情况 可能会继续变差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高盛之前警告 如果天然气价格还未能回落 英国将被迫在1月份将能源上限再提高到80% 英国1月份的通胀率可能达到破纪录的22% 不知怎么计算不过大家也能计算到差不多这个数字 现在欧元区在八月尾的时候 公布了8月的通胀率在9.1% 又是在说四五十年高位 供应链的冲击 继续困扰欧元区的经济 导致短期通胀未有减弱的迹象 将会造成两位数字的通胀率 为什么?欧洲那边也是这么麻烦 也是因为燃料问题 上个月美国的CPI 是在低于预期的8.5% 上个月的预期8.8% 但仍然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 我不知是什么时候才能落到水平 市场将7月的通胀放缓 解读为美联储可能不需要再持续 紧缩的货币政策的讯号 但其实通胀不是真正见顶 仍然需要很长的观察 或者又要看就业市场对有限数量工人的激烈竞争 很多时候白宫都说就业市场还很好 这不是经济衰退 而且又要看会不会新金 因为要抢工人给高新金 又会对物价有什么上升应额 现在也觉得很多时候 在服务性行业里的通胀 也是有迹象显示出来的 7月的CPI对美联储似乎是好消息 起码投资 有些投资者觉得是 7月份的CPI年比率由9.1%下到8.5% 但月比率是蚊反蚊 刚才说的只是持平 这些读数 这些读数是由2020年5月的报告以来 首次未出现增长 过去差不多两年多都是增长的 要考虑通胀的顶峰是否到了 这也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 也要继续看现在这些 无论是7月8月 都仍然是远高于美联储2% 预期的通胀目标 所以需要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 似乎这些都是必然的后果 其实在俄乌战争开始之后 大宗商品价格曾经飙升很高 油价升到上去百二三元 加剧短期的通胀压力 最至近期 无论是战争可能和换了一点 价格又回落了 让通胀预期稍微回落了 但是这样回落了 又让1970年代的超级通胀经验 提醒中央银行 这些环境千万不要调以轻心 必须先将目前的高通胀 用强有力的紧缩货币措施 去控制 万一通胀再度恶化的时候 情况会很麻烦 就像80年代初的时候 会很害怕 因为不想重复过去的政策错误 我相信鲍哥也挺严重的 他近日不断表示 包括他的手下也说 美联储将会维持紧缩货政策 坚持下去了 直到实现美联储2%的通胀政策目标 先看着 他之前在杰森浩8月26日的讲话 也说货币政策将会持续紧缩一段时间 这个看法就像我所说的 就是不要抵抗货 因为这样股市仍然会有一段长期的压力 英国这位新首相上了场之后 他说为了舒缓家庭的能源开支 将会安排退税 预计将会花费 这两年1,500亿的英镑 债券投资者就密切关注 这个方案的归类到底是什么呢? 到最后就被国家统计局决定了 这个就当是增加家庭的收入 当是补贴 而不是减少开支 就是说通胀挂钩的投资者来说 会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这样的通胀率就会上升 表示通胀率不会因为减少了开支而降低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政府开支增加 自然就会对英国整体的通胀率 会有稍微的向上影响 政府加上的时候 一定是通胀有向上的影响 这是美国30年债息的图 为什么今天拿出来说 我说回来说30年前 192年的时候 我买长债也在说8厘以上 现在眨眼下跌到3.4厘 现在已经低了差不多5% 大家习惯了这些所谓低通胀 低利息的环境 美国30年债券有什么发生了呢? 9月的时候刚刚越过了 我这儿叫200月平均线 我这2、30年也没见过 其实是刚刚好在4月的时候 我也画了一圈 可能我以前也有提过 就是它越过了超过20年的下降通道的顶 过完一个顶再过一个顶的时候 其实也会告诉你债券投资者 对通胀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看来这个环球的通胀 真的很厉害 不要小看 我会在PATREON版本里继续说这几点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视频里面的PATREON连结 支持九哥 看我所分享的更多的详细市场分析吧